美国的穷人涨工资了 大家好,我是老月 那我所在的新泽西州法律规定啊 从2023年1月1号起 最低时薪 从13美元一小时 上涨到14美元一小时 涨了足足有一美元 那我今天呢 就想来沃尔玛超市挑战一下 看看我们新泽西 一个小时的最低时薪 14美元 能不能解决我和安迪 两个人的一天的伙食 来,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进去一起看看 而沃尔玛超市呢 虽然是世界500强第一 但是大多数的沃尔玛呢 都开在不好的区 来购物的呢 以普通人或者是一些穷人为主 大家知道啊 拿最低工资的基本都是穷人 在新泽西呢 主要有以下这些人吧 像服务员 主要是餐厅啊 咖啡厅啊 酒吧啊 这些服务行业的工作人 清洁工 主要是酒店客房 办公室清洁 建筑物的这种清洁工 超市收银员 家政服务人员 还有某些的保姆和家庭护理员 还包括农场的劳工 快递员和送货的司机这些人 因为安迪是上学 中午要在学校吃饭 那我来挑战一下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一小时 14美元 我看看10美元 能不能解决我们俩的早饭和晚饭 来挑战两天 就是一共花20美元 解决两天的早饭和晚饭 这里面菜的种类还是很多的 但是安迪呢 不爱吃菜 所以我就随便挑两种吧 一个晚上做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西红柿都是一块七毛八一磅 让我挑两个做西红柿炒鸡蛋 这块有秤 可以自己腰一下重量 这样的话呢 可以大概算一下价钱 这个是0.9 0.9磅 也就是这两个西红柿不到两个美元 还可以 这个是菜花啊 3块2毛4是一个 肯定是够我们俩吃的 但是有点贵 我再看看别的 这个是青椒 但它是有机的 加上税以后应该也是3个美元以上 够是够了 但是也有点贵 我再看看别的 小孩都比较喜欢吃肉 所以我们先来买肉 根据肉的价格呢 再回去买菜 一共20美元 要吃两天 我想呢 只能买猪肉和鸡 一会儿可以看看牛肉和虾的价格 这个是鸡大腿 这里面有12个 便宜是挺便宜 1块5毛8一磅 这12个鸡腿才8个美金吧 但是便宜的鸡肉呢 激素比较多 所以不能买 这个鸡翅会贵一些 3个美元1磅 也是激素比较多 这个也不能买 这个鸡腿看着还比较合适 它是所谓的散养的 然后也是美国农业部A级的 然后价格也不贵 2.07美元1磅 这个数量也合适 6个鸡腿呢 卖4.2美元 可以就买它回去试一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牛肉 这是可以炖的牛肉的价格 是7.48美元1磅 这个还是比Costco又贵的 当然了它是小块的 它给你切好了 这款是安格斯的牛肉片 这是USDA的精选级别 Choice 17美元1磅 这个好贵哦 不值啊 这些是沃尔玛的猪肉 看着卖相不是很好 而且也没有五花肉 但是为了拍视频也不能 就是不能太差 像这些都是猪肉的片 我估计炒菜可以用 隔多美元1磅 这个不太适合我今天要做 这个挑来挑去啊 可能还就这个比较合适 它这个呢 是4个多美金1磅 这个2磅多呢 也比较合适 这个是类排吧 但是我也看不出来的像排骨 没事 买一个回去红烧吧 再来挑一个牛奶 一般说来呢 自由品牌的都会便宜一些 这边的我就不买了 我买这个看着还可以 拿一个2块3包4的 全牛奶 再来挑挑鸡蛋啊 这个 沃尔玛自有品牌的 这个6个鸡蛋 才9磅2 这个是大号的鸡蛋 12个才2个美金 没有任何的等级啊 算了 我还是买别的吧 这个鸡蛋看着还可以 这是有机的12个 一达大的 卖4.17美元 就是它了 他们再来选一个早餐的面包 够两天吃的应该是 两个人两天 面包要是太干啊 这个安地也不爱吃 所以呢 我决定买这个 这个是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经常吃的 最近好久没吃了 3.34美元一大 哎 这个应该还可以 这个是肉贵的 肉贵的味道 这个数量也足够我们俩吃的 一般就是早饭 两片面包嘛 肉都买完了 应该是预算已经超了 那就再买一个西兰花吧 这个比较简单也好做 两块两毛四是一磅 买一个 我们去交一下钱啊 今天就是买了最简单的 早饭和晚饭 两天 一个牛奶 买一盒鸡蛋 买了点排骨 买了个鸡腿 然后面包 西红柿和西兰花 我感觉呢 这个预算应该是超了 已经结完账出来了 这个7样呢 一共花了27块6毛6 我感觉现在啊 确实是物价涨了 早饭我们就简单点 煎个鸡蛋 吃两片面包 喝点牛奶 就可以了 买回来的这个肉 我一切 它其实就是五花肉 去了皮了 正好做一个红烧肉 安迪也比较喜欢吃 红烧肉啊 好久没有做了 看看手艺忘没忘 这个红烧肉 我一滴油都没有加 先把它煸了一下 这个肉 把这个肥肉啊 把这个油煸出来 然后加了冰糖 翻炒 然后加了 酱油和这个老抽 炒上勺以后呢 我加的开水 然后加了一些料 现在呢 炖了一个小时 大火烧一下汁 应该就可以了 一个红烧肉 一个西兰花 第一天的晚饭 搞定 我感觉这个肉有点多 吃不了 应该还能上下来 我做的红烧肉啊 非常成功 也真的是吃不了 那我们这次呢 在沃尔玛超市啊 就挑战用美国的 最低食心 我们吃14美元一小时 那10个美元 如果是我和安迪 两个人吃一天 那是完成不了的 但是14美元是可以的 这就是 加速炒